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智雯 如果大家吃瓜觀眾有在看最近冠告的八卦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YCALL這一號人物 那YCALL在上一次做了一個代打動作 請朋友來打他的帳號 那最後他解釋說是朋友借他帳號 他朋友借他的帳號然後把他打上去 等於他不是代打因為他是借帳號的 那這個整個討論的理論跟過程 我們之前有出一部影片 YCALL的代打事件做一個統整跟我的看法 那那個已經大家想看可以去看 現在要多了一個新的就是YCALL顛峰喜分事件 那這個喜分事件由來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喜分流程 那基本上YCALL在自己的開始況的過程中 他在開始況的時候 叫一群朋友到自己的DC 然後互相來撞場 什麼是撞場 所以你巔峰排下去之後 他會跑出一個確定的畫面 那確定的畫面呢 以往啊 灌高是 是可以看那個頭像來去決定 是不是撞到同一場 那現在把頭像全部都隱藏掉之後 他們就可以利用那個確認鍵 然後來知道是不是撞到同一場 即便是同一邊還是不同邊 雖然不能確定 但是可以確保他們撞到是同一場 那YCALL就使用這個方法來爬分啊 那我來跟大家解下這個方法 為什麼是有毛病的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今天的這個灌高八卦片 那我這邊先說一下 我個人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這個事件發生後 我馬上在社團發了一面貼文 就是說我在關注這個喜分事件 那關於喜分這個行為呢 是非常之噁心沒有錯 大家都一定會遇到 喜分仔的玩家 然後我就稍微看一下 YCALL的VOD 那VOD的網址呢 我會放在資訊人員的下方 那我都有在文章內標明時間中 48分19秒的時候 每一場巔峰賽 YCALL都是找自己朋友來撞場 確保每一場都一定有他的人 不管是在敵隊還是同隊 那最後一場 甚至還叫就有人沒有進去 然後直接取消直接不排 因為那一場沒有他的那個朋友在 所以他絕對不打那一把 那而且他在打的每一場 都會有第三人幫他看 就是巔峰賽雖然排進去 你看的盲視角是隊友1 隊友2 隊友3 敵人1 敵人2 敵人3 你可能不知道 對方ID跟自己的ID 但是如果你朋友在外面看 你這一場在打的話 就可以幫你看到 你的對手跟隊友的ID 那YCALL非常誇張 還有第三人去幫忙看 他的隊友ID是誰 對面ID是誰 你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有用嗎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後面我們先看一下 乍看之下我是覺得說 這是沒有問題沒有錯 但是巔峰的本質本來就是 不能知道敵人跟對手是誰 因為如果你知道 你就會知道 哪個隊友是可以信 哪個是你有看過的ID 你就會選擇 相信或者是怎麼去選陣容 都會比較好搭配 那基本上你做了這件狀場的事情 你就對於這個遊戲的巔峰本質 已經有了一點污染了 不管你是不是在喜分 你就是比別人贏在起跑點 那你覺得這樣是一個合理的行為嗎 那我在文章中會講到 必須在不知道隊友起信的情況下 不知道是敵人是誰的情況下 去做比賽上的防守跟進攻端點修改 也沒有任何的溝通方式 因為現在灌高了 是沒有任何的溝通方式的 只能以盲打去修正 那他這樣以朋友互撞 同隊保底友自己人可以做溝通 在敵人的話就認真打 乍看之下是沒有毛病嗎 因為敵對認真打嗎 我雖然互撞 但我認真打我沒有毛病嗎 但是你自己想一下 這樣的行為是沒有任何毛病的嗎 你們自己想一下 假設認真打代表沒毛病嗎 那請問一下 你可以知道對方是誰 而且重點是你有一個第三人 去幫你看ID 請問你這樣沒毛病嗎 那你真的想一下 這個就是有違規的行為了 不管 我跟你講喜分是真的很噁心 但打到巔峰賽 我跟你講打巔峰賽 這麼這麼多人 誰不是扛那些喜分仔打上來 誰不會遇到喜分仔 我也會遇到 但是我就是打上去 那你憑什麼 你可以有跟別人一樣特權 你可以讓自己不會遇到喜分仔 就用更多的朋友來撞 讓自己更不會遇到這些喜分仔 你為什麼有這些特權 那你的本質是不是跟喜分仔一樣 就是你跟其他玩家 你有個起跑點上的優勢嗎 那這種行為 那當然是違規啊 那YKO呢 講完這些 就是我的論點採完之後 他在下面留言的非常非常多 那他的論點是說 這是官方自己的漏洞 我這樣鑽喜分仔那麼多 我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我就撞到喜分仔 那我不如找朋友一起來撞 還拿得比較開心 請問他這樣的論點是對的嗎 大家的論點是對的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人的邏輯 怎麼會這麼的有問題 請問認錯有這麼難嗎 你叫別人來撞場這個行為 你真的覺得沒問題嗎 就跟我這文章打的是一模一樣的 他這樣就是會讓自己 更難遇到喜分仔 而且同隊的時候 甚至有第三人幫他看ID 光是這以上的行為 這個人的邏輯就已經爆掉 他居然還可以知道自己沒有錯 是官方的問題 而且官方最早的巔峰賽 是可以利用燈 還是你按確定後 燈會亮 他會知道哪個人按確定 來確保是敵方還是敵方 官方已經為了這個做修改 全部都是按的 你沒辦法去看 等於說這個方法就只能防君子 不能防小人 那他就是屬於小人這種 居然會說這個是官方的bug漏洞 你們不覺得有點誇張了嗎 我就覺得很氣 這種人居然可以 把這種話講得這麼義正言詞 那後來這個事情怎麼騷擾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起初 Ycode的想法 他的講法 都是說 灌高給了我這個 這個機會 我又要喜分仔 我用這個方法 避過喜分仔 我沒有問題啊 是官方的問題 我哪有問題 他踩了這個論點 實在是相當糟糕 所以他之前發的任何的文章 的任何留言 他都把它刪除了 看到嗎 他都已經偷偷的在刪除 把自己的證據給消失掉 把自己義正言詞 那種就是根本就在犯錯的 那種還義正言詞的資訊 通通給自己 抵抵掉了 你沒辦法找到他的任何證據 但那也沒關係 有看的人都已經有看到了 反正他的講法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一套 就是說 官方給這個 這個玩家 這個就是一個排隊機制 那遊戲機制就是這樣 誰都會撞到誰 那你憑什麼用這種方法 來跟別人一樣 別人不一樣可以贏在一個起跑點 然後他認為這個沒問題 我覺得非常誇張 是非常誇張的行為 那剛剛稍找不求呢 他的團員 他有一個社團 對這個社長 說要來幫Ycall解釋 我們來看這個社長 講了些什麼內容 那我們來看一下 Ycall的朋友 幫他講什麼 他發了一篇文章說 大家好我是他的成員 那他們的社長 Ycall有著代打喜分的爭議 所以他想提出他一些 各種的想法 Ycall是否有人要找代打 反正就是一堆屁話 反正他認為 他認為 借帳號不是代打 他的論點跟他們的 Ycall社長採的一樣 如果要打哪個都他就代打 那他就講 但後續談話可以發現 確實是上場哥的 上場哥手癢跟Ycall 借帳號 但他們之間不存在 是否要打上哪個牌 你跟朋友借帳號 你們不存在要打上哪個牌位 他幫你打到灌高 請問這不是代打嗎 你本來在巨星 別人跟你借帳號 你借給他 他把你的巨星號打到灌高 你這樣不是代打嗎 即便你們沒有口頭上說 而且證據可能被你們自己刪除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這個人居然可以這樣幫他解釋 我們再看第二個 喜分事件 其實就是一個配對機制上的BUG 再有BUG就會有玩家想專 會有互狀行為 我問一下 灌高排隊機制 互狀按確定 這個是屬於BUG嗎 這是排隊機制上的BUG嗎 哪個遊戲不是這樣排隊的 會BUG是什麼 是因為你們這群小人 就是Ycall這群小人 想要靠這些東西去 比別人贏在一個起跑點 這就是一個小人行為 這哪是什麼BUG 那他說什麼 一旦專人人多這件事情 就被方法來解釋 確實跟朋友互狀 有為巔峰配對賽機制的初衷 但這方面的問題 我想是否能向官方反應 蛤 一個遊戲的配對機制 這個能向官方反應 這個是正常的配對機制 而且官方已經把那個燈號給按掉了 這個就只能防君子 根本就沒辦法防小人 因為上面的基數人口就是這麼多 你用這種方法 然後你去怪官方的問題 非常之誇張 然後甚至說 是不是這種互狀行為 要有另類的處罰方式 就是官方如果對於這個互狀 是沒有處罰方式的話 他們就會繼續這樣洗分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嗎 但這個怎麼可能 有辦法做出互狀行為 官方怎麼有辦法 真正到你們這種互狀行為 根本就不可能 撥這麼久了 床隊這麼久 大家都會有這種互狀洗分的 這根本不可能有辦法解決 這種就只能防君子 不能防你們這些小人 他們居然可以踩著這個論點 說自己沒有問題 這樣撞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誇張 而且 請大家聽好 事後 Ycode的每一場直播 都仍然繼續做這個巔峰賽 撞場 而且全部把影片設為不公開 什麼是不公開 就是你只要沒有影片連結 你就看不到那個影片 看不到原檔 你只能看直播 來去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那舊人 我們這邊有人在踢查 就是他 他確實後面還是一樣都在做撞場 只要把影片設為不公開 你們可以看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他每一部直播影片 都開始設為不公開 而且我在這邊大膽猜測 最後一兩天 三天那種關鍵結算積分的時候 巔峰賽積分結算的時候 他一定不敢開直播打 絕對不敢 不敢給我設為公開 因為他就是要洗分了 眾人就是在季末會 洗分的那群狗渣歲 那你說這個人跟洗分 找到什麼差別嗎 他們就是跟洗分才一樣的本質 只是說他們的罪血沒那麼大 可能一個是搶銀行接殺人 一個是搶銀行這種概念而已 基本上本質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人打冠高 這是一個畜生的存在 你洗分就洗分 還可以洗得這麼異正延遲 YKO你是真的他媽有個噁心 是我最噁心的人 然後這篇文章還特別提到 說他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但是這個文章一出來之後 不到幾秒 YKO就在下面留言了 那究竟是YKO請人來代PO呢 還是說是這個社團 真正本來就是要自己講自己的話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腦殘的一個邏輯 我只能說啦 爛的人認識爛的人 洗分仔就是會遇到洗分仔 物以類聚 為什麼YKO永遠不會認識超年選手 為什麼永遠不會認識強的人 只能跟一群垃圾洗門仔一起玩 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件事情就是我個人 對這個洗分事件的看法 好歡迎大家留言 看看自己的看法 看這群人到底有多噁心 找到自己的意見吧 請大家今天來觀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